大家好,曼聯已經變回一週一賽 這個月只剩下三場比賽,大家跟二月時的分距比較大 因為我們有其中一場的足總盃取代了另一場英超 十六強之前那些比賽可能有機會會周中打 但來到八強一定是周末打的,所以英超比賽要讓路 再加上三月就是最後一次的國際賽期 歐洲、南美、非洲的球隊我看過大部分都是踢友宜賽 亞洲就會踢世界杯外圍賽 但曼聯球員基本都沒有亞洲球員 所以所有球員其實都是作歐國杯等等的最後一個準備 操勞的程度應該不是很嚴重 入選應該都不少 但踢球一定會有輪运的 因為不是正式的比賽,不會太大影響 三月九日就會迎戰主場對著愛華頓 三月十七日就是八強雙紅會的足總盃比賽 然後十八到二十九日就是國際賽期 通常的比賽會在二十二號至二十六號 這樣打兩場球 所以回到來其實還剩下三幾天休息 但也不算很嚴重 今次見到沒有說什麼國家會衝趕打三場比賽 三月三十六號就是最後一場比賽 三月的賽程就會對著賓福特 就會作客去西倫敦的球場去比賽 你看到賽程其實不是很難打 除了利物浦那場球當然難打 但聯賽兩場球 愛華頓和賓福特 其實今年都是中下游的球隊 我可以說這三場比賽就可以總結到今季的結果 因為這兩場球如果失分的話 失一場也好 其實就很可能會導致我們連歐霸杯也沒有了 歐聯就一百%是沒有的 如果這場都失分的話 我們和惠拉可能已經距離到十二三分甚至十四分的距離 剩下十二場球基本沒有可能追十四分 除非維拉一路連敗 一場贏一場輸兩場 我看不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如果贏了的話 還保留一點希望 歐霸杯的席位都可以有信心一點 所以儘管看看三月這幾場球又會踢成怎樣 如果祝宗杯出了局 其實我們今季就一定四大街空了 對著利物浦主場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奇蹟 幾天前蘇比上了一個YouTube的節目 當然YouTube的節目 就不是普通YouTuber 都是他的舊隊友去搞的 說了很多內幕出來 包括跟衣室、轉會、和球員的相處 我覺得很值得說一下 所以今天就從這個 在蘇比的訪問裡面 去分析一下 究竟現在盲聯的問題 可以看到一些很具體 100%是真的 蘇比親口說出來 並不是報紙傳的 最後再跟大家看看 愛華頓這場球賽前分析 待會逐樣跟大家說一下 開始之前再跟大家推介的VPN 多謝Surfshark VPN的繼續支持 有了Surfshark 最重要當然是 不需要再擔心自己個人資料 受到導用或者外洩等等 對於看波的網友來說 最重要就是幫到你突破 這個國家地區的限制 據說現在支援的地區數量 已經超過了100個 可能會是市面上最多的一款VPN 看波看電影都不需要再擔心 還有記住你買一個Plan 其實已經是可以share 給你整個屋的人去用 支援的裝置數量是無上限的 所有的電腦手機 iPad等等的裝置 都全部可以用得到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趁著現在最新優惠 現在做一個叫做 訂購兩年VPN的服務 是可以有一個獨家的優惠 還有一個額外三個月的使用限期 快點按下面的連結 輸入我們的專屬曲 UNITED CMAX去訂閱 好,回到正題 SOBE的節目 其實是一個叫做 The Overlap的YouTube的頻道 那個頻道 我沒有仔細看他們老闆的分佈等等 但是你看到主持的陣容 就是嘉利仔、嘉力茶、堅尼 還有一兩位不是常住的嘉賓 就是它三個名氣最大 你可以看到如果大家熟悉英國旁述的陣容 其實這三位都是SKY SPORT的主力 有理由相信跟SKY都有一定的關係 還有看到他們的頻道 就是SKYBET 就是SKY天空賭博公司 就是他們主要的金主 未必是他們直接營運 但是這三位一定都是得到SKY SPORT的支持 具體的情況就是這樣 很有趣 就是這個節目 我自己一直都有看的 做了很多類型的 有一些最好看的就是這些 邀請一些球壇的 就是很名氣大的球員 或者教練上來受訪 這次就好像一個dinner 就是香港以前也有什麼智雲飯局那些 就是幾個人在那裡吹水 吹得來有時就非常之家常便飯 但是有時又會圍繞一些比較敏感的題材 不是他們這些球壇裡面 有人際關係很厲害的球員 其實你沒辦法邀請到他們上來 一般人你怎麼可能 蘇芝克查不會相信你 或者你亂吻他的東西 他會不會大件事 所以這些場合我覺得 是這個時代球迷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往十幾十年前 是沒有可能會看到這些內幕 就是完全的距離感是很大 其實蘇B在離任之後 都很少說萬聯的 就算有人訪問他 他都是輕輕點一兩句 始終我明白 就是有時候這些合約 你解約是會有一定的限制的 就是譬如以前摩魯那樣 他走的時候 他都說明自己是有個封口的條約 就是他不能夠批評格拉莎 或者萬聯內部任何事情 所以他走了之後 其實都是打太極的 輕輕輕用一些幽默的方法說 其實蘇B也是差不多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他是什麼 但是這次可能來到2024年 即當年其實他的約是去到2024 他是2022年還是21年? 22年應該是吧? 22年被人解僱的 所以就應該那個 可能叫做冷藏期 或者過冷河的時期 過了 所以這次的訪問 他是毫無保留的 完全真的好像明顯地上來 為自己平反也好 或者爆些東西給大家聽也好 其實他都應該是忍了很久 他很想說出來的 很多的內容都是關於轉會上 其實這件事 他以前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其實有機會簽 等等 很多的好球員 其實他當年都是擦身而過 即是很慘的 很容易有機會簽到 但是球會的不作為 或者一些的狀況 就令到他沒有辦法做到 也都是有一點 Express 作為一個萬聯的主教練 或者是領隊也好 他們的權力是很有限的 或者至少在他任內 因為他能說到事的事不多 這件事就是為自己有少少的平反 他提到很多球員 我們逐個說 有些是沒甚麼為的 有些我覺得都挺有分析的價值 譬如 摩西卡斯道 這位球員 我記得在當年他還未加盟百禮段之前 那時我拍片的初期 好像兩三年前左右 我有說過 我是想要他 也看到萬聯有消息 報道說萬聯在接觸他 考慮他想出價 現在蘇比自己親自承認 是真的考慮過 也討論過這個球員 在這個忘後的情況下 但是他們沒有簽他 原因就是因為他說出來 當然不是說到這麼白話 中文這樣說 英文也有一點點的余地 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說 他未夠積戰力 即是他應該要簽個球員 就是現在也要有能力 以後有能力 未夠能力 這個理由是可圈可點 聽上去好像沒甚麼問題 未夠能力當然不簽他 他也說到 他認為白禮頓這間球會 最後買了卡斯道那間球會 是更加擅長做這些 招攬外地球員的一些工作 譬如他們現在的安斯數 來到曾經 完全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是誰 但是來到馬上有好表現 其實卡斯道當年 都是同一個的情況 這樣說 即是說 他覺得曼聯不擅長 其實這些事情 就不是說白禮頓才做的 你不可以說 是因為曼聯大球會 他就說曼聯沒有那個luxury 是coser club loads of players 即是他說 沒有這個luxury的意思 即是我們沒有這個條件 其實都是間接是 邊向曼聯的高層 或者我們的backoffice的人 即是他說 卡斯道不是其中一個 是很多球員 都是因為這個 這個缺陷 到時我們簽不到 但是你說曼聯 是否難些 去融入一些新球員 當然 當然 因為你要爭前四 跟白禮頓幾年前 他們是在中游 他簽什麼都可以 用什麼球員 可能壓力沒有那麼大 但你同級的對手 車路士也好 萬成也好 其實他們一直都有這樣做 其中一個 他沒有提到的訪問 就是祖利安艾華里斯 這個球員 我相信我們當年 一定是有scalpe過他的 就是一定有 考慮 好像卡斯道那樣 我們想買的 但是最後不買呢 相信都是同一個理由 就是覺得 艾華里斯短期內 是不夠能力 是吧 但是他最後是去了 萬成 萬成的level 比曼聯更加高 是吧 那為什麼人家 能夠可以 買這些球員 可以將他成功 融入一隊 就是頂級的球隊裡面呢 是吧 那你看到艾華里斯 但是他買完之後 就借回去圓球會 再繼續訓練一下 是吧 來到自己的球隊的時候 慢慢由後備 慢慢練 是吧 跟著再慢慢再推他 上一隊 是吧 現在就變了主力 有時候會代替 夏蘭特 或者跟夏蘭特 共存都做得相當之好 那其實你看得到 就明顯是萬聯目光的問題 是吧 一定要買一些 成名的球星 一定要馬上進來 就像當日我們買雲佩斯 是吧 我相信萬聯 你看到一貫以來都是 簽普巴 簽努卡古 簽伊巴 卡雲尼 然後就新組 一定要在其他球隊 踢到曉飛 才可以買過來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成名球員來到 一樣都會有個風險 因為未必會融入不到的 所以買這些球員 其實是更加化損的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球探系統 真的不應該為了 他現在的能力 可能欠一些 而不簽他 另一個球員 就是迪勤懷斯 這個蘇比 也是承認 討論過很多次了 在球會裡面 他說是 扣會是 could h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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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其實是有能力可以簽 或者我們應該簽 兩個層面上面 他都說過的 為什麼不簽呢 他亦都給了些 訊息 就是說 暗示是太貴 應該高層 覺得他不值 你看回最後 迪勤懷斯的身價 就一億磅了 是吧 季初 我都說 這個球員 即是去到阿仙奴 是一個好球員 是不是值這麼多呢 理論上 如果你用一個純技術球 戰術層面上面 喜歡買大球員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 入很多球才會值得一億 但是 你會見到 迪勤懷斯 其實今年在阿仙奴 都是踢得很好 你問阿仙奴球迷 現在值不值呢 我相信有十個 有九個都會值 因為他發揮得好 又是英格蘭人 又是年輕 你想回頭 一億是否真的不值呢 這個問題 永遠都沒有答案 但我相信 越來越多人會覺得是值的 但是萬聯 似乎只能夠追求一些 或者只喜歡追求一些 有聲微的球員 你叫他一億買到迪勤懷斯 他就不是一個明星格的球員 或者他職責上面是一個防守 拖後 在萬聯的思維裏 可能就不值這個價錢 所以他們覺得 洗落安東尼 洗落新組 這些球員有機會 肯定就會跟他說 會變成一個巨星 世界級的易鋒 入很多球 助攻 普巴也是 入最多球的防中和中場 他們OK 或者商業價值夠 普巴是一個明星 三四千萬 Instagram Follower 新組也是 有聲味的感覺 Instagram也是多Follower 安東尼就是隔次球星 他們可以 但永遠都不會考慮 使用一些實用的球員 這個也是蘭Sir也有說過 他說你肯使用一億 到新組 但你就不考慮一億 簽過金尾字回來 這個其實是他說出口 如果你當年使用這一億 簽金尾字 其實房中位置 一早就解決了 類似的感覺 就是曼聯真的 轉會上 其實真的不夠實際 下一個就是 比寧咸的問題 這個就不是秘密 不用蘇比說 我每人都知道 比寧咸真的去過 卡林頓 那時候有賞為證 當日招呼他的 有費Sir 有蘇斯克查自己 有柬東拿大帝 有奈神大佬 所有曼聯歷史上的出名 代表性人物 什麼都出齊去勸他 去向他 去銷售曼聯這個項目 銷售曼聯這間球會 但結果都是失敗的 最後球員 自己選擇了多蒙特 蘇比也沒有批評他 就是說他選擇得很好 現在看回 outcome 在多蒙特成長很好 還有很多出場機會 現在來到皇馬 亦都發展非常順利 暗底裡蘇比就是 我自己都覺得 他有些的feel 就是想表達 距離萬聯 就未必有這麼好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 球會簽不到他 就是因為 說得很清楚 不肯保證出場機會給他 你現在看回 是很愚蠢的 其實當年我也有覺得 是真的很愚蠢 因為我們當年的中場是什麼 就是普巴馬迪 2000年 2020年的時候 馬迪已經跌 差不多 普巴又大跌 整天是傷的 其餘 其餘 你蘇比用的中場 即是他用什麼呢 用蜜湯 費特 大家都知道不夠班 那為什麼會覺得 沒有能力給到 比寧咸一個穩定的出場機會呢 其實我覺得比寧咸 他不是要你assure 他是一個必然正選 10號球衫給他那種 未必 17歲 但是 我想他是想你 給一個輪換的保證 他要進入陣容 因為這個球員 你看到他相當有信心 我覺得他來到 他就覺得自己 一定會爭得贏其他人 但是 如果你不肯給一個保證 他一定能夠進入輪換 甚至可能萬聯跟他說 我們會當你是青年軍 可能要他去U21踢 他當然不肯 你可以想像到 萬聯當時的高層 跟他說什麼愚蠢的說話 我們根本就有位子 你就是不肯 你等於當年買思朗 其實一個世界級的球員 你覺得他是世界級 你其實費Sir一定覺得他是世界級 因為不是的話 他不用親自出面去邀請他 還要叫他簡東拿 你有沒有看到他對其他人是這樣 沒有 其實只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就是施朗 其他的球員 在他眼中 完全不是那一格 沒有那麼高的待遇 既然費Sir也這麼說 Sobie自己 他當時是主教練 你兩個你都喜歡的 大家力推的 竟然高層都不理 根本在這種質素的球員裏 你是要做一些破價的處理 就是普通的球員 當然17歲 你不可以assure他些什麼 但是現在你看回 是有多愚蠢 其實來得奧脫福 比寧咸當然有興趣 他有興趣才會招請 你不見他十幾二十間球會 每一間都可以當購物嗎 但是這樣去到臨門一腳都拿不到 其實萬聯的高層真是很大責任 去到夏蘭特大家就知道 這件事他有說過 當年Sobie在教莫迪的時候 即是羅威的一間斑霸球會 他在那裡起家 他曾經教過夏蘭特兩年 即是可以說是夏蘭特的恩師之一 即是他的啟蒙的恩師 很熟悉他的能力 其實他來萬聯之前 他已經跟萬聯推薦過夏蘭特 到他來做教練 或是interim也好 去轉證之後 他說自己也再次建議要簽夏蘭特 那時候他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在莫迪出來 他很知道夏蘭特合約的細節 他就說二千萬歐元 他兩次建議萬聯的高層去簽 都是被一口拒絕 他們拒絕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他們已經有足夠多的報告 是scalte過夏蘭特的 我們覺得不值這個價 那你就可以見到萬聯球探部門的水平 就是你scalte完夏蘭特 你竟然覺得他是不合格 到今天看回頭 這些東西是可以back回到他那裡的 就是夏蘭特 球探你就是要這樣 就是你有那份報告在那裡 之後他得了 那就證明你是衰了 那兩千萬歐元非常便宜 但是其實不是只有一個機會 就是他去了薩爾斯堡 開始入很多球 薩爾斯堡一場入一球 那萬聯其實那時候當然醒了 即是立刻就知道自己犯錯了 那有六千萬的解約金 但是蘇比所說 都是沒有做事的 即是那時候 都是只有一個體字 即是再去了解 那當然 又是面對多蒙特的競爭 多蒙特當然是手腳快 別人見到那些世界級的球員 他一定去搶是 真是志在必得的 即是他們很懂得做這些生意 即是跟夏蘭特說 你來 我們讓你做跳板 你之後要走 我們不會阻擋你的 夏蘭特是這樣 比寧閑是這樣 幫你踢兩三年的好球 然後大家有好處 當蒙特有錢賺 你也可以有一個好的鍛鍊機會 萬聯就是沒有這個魄力 去到簡尼 哈利簡尼也親自說 他是有要求過簽哈利簡尼 他說這套球員他每一天都想要 其實這套球員在當年蘇比的時候 還不是很老 即是二十六七歲 如果簽到他 萬聯會不會這麼艱難呢 我相信一定不會艱難 即是怎樣都會搜到在第四 哪個教都好 都會是 即是二次上下 你怎樣都不會搜到他 他甚至說到以他的認知 即是以他所知 他作為一個主教練 局內人 他一定收到封 甚至他有打過電話 他不可以說得那麼詳細 這個對於哈利簡尼要有尊重 要保留的私隱 他說簡尼是有興趣加盟的 但是因為當年 他所說的理由就是因為疫情 所以就不太夠預算 所以最後就沒有辦法 沒有買到他的 你看回你現在想想 是不是真的沒有預算 大家知道其實FFP這些事情 最近幾年大家了解得很清楚 三年計一次的 是吧 最近我們試過是拿些好像信用卡的東西 提款的 是吧 行還是不行呢 是看你怎樣做 還有你肯不肯做 是吧 高層不想幫你買的時候 就說沒有錢 是吧 他想幫你買的時候 你發現 一聲我們有兩億又可以簽人 是吧 聽黑來到之後 其實都是一兩年之後 是吧 無端端就不斷有錢 是吧 那一年的夏天 你說哈利簡尼那時候要簽多少錢呢 那當然很貴 可能那時候再年輕一點 億二至億五之間 或者當年其實萬成差點簽到 那時候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那萬聯是不是沒有錢呢 可能未必那麼容易賺到這塊錢 但是 我們選擇了 就是簽了一堆沒什麼用的球員 就是一些很平均的球員 比如雲迪碧 雲迪碧到現在都是浮浮沉沉 那當年其實簽他的時候 很多人都質疑 就是因為 有一種感覺就是 那時候萬聯球迷是很憤怒的 因為那個夏天什麼都不做 就是簽了泰利斯 簽了兩個年輕人 簽不到新組 那時候是被人罵得很厲害的了 那簽這兩個 就是根本未夠班的易峰回來 到今天都未夠班 是不是到三幾年了 是不是四年了現在都未得 那雲迪碧就是有個感覺就是用來塞住萬聯球迷把口 是不是 不是一個真是很必要的位置上面去增援 也都後面的蘇斯卡查也都有說過 並不是他的首選 這個球員就是萬聯的轉會高層 壓力太大了 隨便買個人就頂住那個壓力 那這筆錢 七千萬 如果你是真的想簽哈利卡 其實你說今年不夠錢 我們留下年 我相信萬聯球迷是不會怪你的 就是你就透露一點 我們要留錢去做一些大的收購 那大家會明白 那最後你下年你未簽了新組 那你有錢的 七千五百萬 兩塊加起來 其實簽選來的錢是完全夠了 一定是有錢 只不過你很明顯就是高層不想賣 那麼多轉會問題 你會見到萬聯在過去十年八年 其實不斷都是出現這些 就是轉會上面眼光或者管理 或者是那個程序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那除此之外 其實SOBE都爆了一些更衣室的內幕 我真的覺得爆到無語倫比 首先他說 他說出口 他說 球隊 當年 他覺得整體上 對他都是很支持的 就是那些球員是怪的 但是 他說 有一些球員沒有得出場 沒有辦法的 因為每一場球都有十幾個球員 他是要 rule out 只能夠寫十七到十八個球員進去 沒有得出場 那些球員 會不高興 他說 有 one or two 有些球員 是 他知道 會 leak things 就是說 外洩一些球隊的機密 是吧 這件事 當年有說 但沒有說很多報道 但是今年有很多報道 即是今年 再次季中的時候 有傳聞說 球隊有 有不知哪個球員 是洩露一些球隊的陣容 或者洩露更衣室的一些不和的事實 出去給記者 是吧 那搞到很大 有人 leak 然後就搞到我們封殺了某些記者 是吧 但是到最後 其實官方沒有承認過 誰是內鬼 即是這個就很合理 因為你如果宣了出來 那你要賣高球員的時候 你很被動 是吧 人家一定是看著 哦 你們已經是散了Bang 完全是不和了 所以就不會出到價錢給你 是吧 但是Sobe這樣說 你就可以間接證實到 今年那件事 其實都是真的 一定是有些球員在搞事 是吧 是誰呢 到最後 你以後都不會知道 或者二十年後聽黑會說出來 是吧 或者有些球員回憶的時候會說出來 但是都無補於事 就是到時候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什麼球員 是突然間不見了 是吧 或者受傷 受傷又受傷 是吧 最 最最最有可能的 就是 Marsiel 和雲比沙加 就是這兩個 是由那件事之後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出過場的 雲比沙加到今天都在傷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他傷什麼 也都沒有看到他在球場 比賽上面受傷 是吧 但是訓練是沒有參加過的 兩三個月的了 這個 相當不尋常 Marsiel的時候也是 最後他自己去做手術 是吧 雲比沙加是沒有手術的訊息 也都沒有操練的相 什麼都沒有 馬拉西亞都沒有 就是有幾個球員 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麼 就自己想 到最後都不會知道是誰 也有提到他自己和施朗的關係 就是因為 很多人都問他 包括那些隊友 你後不後悔簽了施朗呢 他也沒有說很大的一個 statement 說我很後悔 他沒有的 但是他言談之中 就有說施朗不出場的時候會很不高興 他就說 他來的時候就跟我說 說四場裡面你給我出三場 第四場我休息就可以了 就是說自己老了 我不能夠出完 但是實際上 到他不讓他出場的時候 施朗的確是會生氣的 就是他就這樣說 但是不是說很嚴厲的說這件事 還有也有說戰術上面的配合 就是施朗不會回來回房 然後就要其他隊友去配合他 也有一點點的勞騷 但是並未至於說是惡然雙向去攻擊施朗 將這些戰術推到施朗 他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蘇比都在品格上 一向我們都不會批評他 他都算是一個好人來的 相當之誠實和好人來的 沒有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要給他一些 credit 最爆的一件事之一 就是說他之前提過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有些球員拒絕接受隊長 這次就做少許解釋 就說其實不是永久隊長 因為那時候我們猜測 就是有人不肯 跟著他才逼著選墨加雅 這個就不是事實了 他就說是個別的場次 他們不肯做隊長 不是說永遠 但他也都值此批評球員 是不夠承擔 就是說這個年代的球員 很多都逃避責任等等 都是類似一個這樣的論調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他說他在被人解釋之前的場 對著屈福特1比4輸球的那場 他在半場跟衣室 他知道自己要被人解釋了 就是說他感覺到 但是沒有人跟他說 他在半場的時候 他就問 就是入隊跟衣室 所有人都坐在那裡 他已經感覺到很多人都很不妥 不舒服 甚至他說有些人會哭 覺得已經是崩潰了 大家都很無助很無奈 他就問 有沒有人是不想踢 他就問了一句 他沒有說是誰 他問得這樣就舉手 你不想踢我就換走你 結果那場球的半場 是換走了 拉舒福特、福哥和麥湯文 最後換入了 Marsiel和Wonder Big 有這樣的情況 他這樣說得 都預料大家會去搜尋誰被人換走 結果是福仔和麥湯 大家都會覺得奇怪 因為麥湯文理 一向都是一個很勤力 總之犧牲自己 會服從球隊 你不覺得他會搞事 所以這一下牽涉到麥湯 大家都不太相信 但是 的確他是人名之一 但是你看完整個訪問的話 可能不是同一個感受 除了之外 他有提及過一場 他說他已經感覺到球員 是不肯跑 以及不相信自己 即是沒有信心 他說不跑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連主教練都感覺到 他的球員是反抗自己 即是你理論上 因為職業的球員 在教練被人解僱之前 那一場 你都不可以有這些肢體語言 甚至 有一點點 跑慢些 或者不盡力 都不應該 但是 那一場球 大家有感覺的話 當時 蘇比沒有出來說些甚麼 大家感覺到蘇比是沒有了 完全 跟衣室完全放棄了他 現在他親自出來說 他都感受到 肯定是真的 即是有些球員 是有份教練 這個已經很明顯 就是他們不想付出 然後就令到蘇比最後的收場 那麼慘 但是他有說很多事情 其實整個訪問都是圍繞 有一半都是圍繞他在萬聯的時候 他有提到蜜湯 蜜湯 費特 馬迪這些球員 是他一直以來都可以順賴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 他說半場有人舉手 或者不想踢 蜜湯未必是其中一個 即是那一場球 蜜湯是有拿牌的 可能是因為王牌 或者是戰術的原因 換走他都不出奇 因為我真心不相信蜜湯 會舉手說我不想踢 即是他似乎 會是舉手說我想踢多於不想踢 即是大家對他的理解 但是阿福仔呢 就難以解釋 即是這個 他幾天前 先出了一篇很長的公關文 即是說 反擊大家對他的批評 即是說他一向都是很為萬聯 從來都是為教練戰鬥到底 然後又說別人批評他 你批評我更好 即是你們看錯我 我們很好 我是很好 一直都是非常之為球隊 有好有愛 那些 但是在幾天後 就搞這樣 即是Sobee 他不是明顯 即不是因為他偏公關文 而打他 即是這些都是一早已經定了 但是真的很諷刺 又來一宗 即是 我覺得他已經沒有辦法再重建 他的形象 即是今年你看到又喝酒又成 即是出了所有公關的力度 我想大家 即是對他的印象應該改變不到 即是 雖然Sobee沒有點名 但是 呼之欲出的 他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有很多當地的 就是萬聯的球迷 或者網友 我們會員朋友都好 他們 他們是有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 福仔 是 一向是更衣室的最大問題 即是 他們是看到 他在平時的 代人處事 即是譬如 為何這些球迷那麼喜歡 Buno 因為Buno一向對球迷 都是最好的 而福仔一向對球迷的態度 是最差的 即是一向都不簽名 走人 那些表情又壞 那些 所以這一點 可能國外的球迷 沒有那麼大的感受 但這一次之後 我相信 奧脫福 即球迷們 對他的 那個 印象 或者支援 會再低 即容忍度 會再低 之後 其實你看到 Sobee說了那麼多 球員管理層 轉會那些 就真的靠高層去搞 但是 在買人上面 我相信有一件事 是要很清晰的 就是 球員的精神 性格 是吧 他一定是要重點 而且你看到最近我們的失敗 泡巴不是能力的問題 新組不是能力的問題 往往就是性格的問題 令到我們的收購失敗 即是 不勤力的球員 玩玩一下的球員 就會令到整個跟衣室都崩潰 很多時候都是由 這些球員 一個兩個的壞蘋果 是開市的 所以就希望之後 我們的轉會 對這件事 都要更加重視 接著就是愛華頓的賽前分析 不會說很詳細 愛華頓其實早前 就有一些好消息 對他們來說 減10分 就改成減6分 即是減了型 但其實還有一些的訴訟 就是繼續在增加愛華頓 即是可能還會有 另一堆的扣分都未出奇 但是 你看回他現在的戰績 是今年的英超 27場球 8勝7 和12負 其實不差 即是27場球 理論上他應該有31分 但是扣了6分 就只有25分 理論上他應該第13分 但是扣完分 就排第16 所以其實愛華頓不扣分 他只是少於車路士和富咸 4、5分 其實車路士和富咸 就是很舒服地坐在中油 即是今年完全沒有壓力互給 其實對愛華頓來說 打到中油 對比前兩季已經很好 因為差一點的降班 即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買人他們沒有買過什麼 即是跟班尼茅夫同分 班尼茅夫今年能夠3比0炒我們 即是貴中的一段打得相當之好 所以其實愛華頓是一點都不容易對付 但是近況來說 看起來他們是頑皮的 即是五輪三和兩副 一場都贏不了 即是連續五場球就拿得三分 入五球失九球 看起來就很不穩定 狀態飄忽 之前好像很厲害 現在好像很頑皮 但是你看看這些對手 事實上就真的不容易打 因為愛華頓最近的比賽 對熱刺 強隊 前四球隊 曼城第一名 第二第三名的contender 水晶宮 白禮頓 韋斯咸 都是比較硬的對手 即是這些對手 不容易贏 以愛華頓的能力來說 熱刺曼城 他應該輸 對白禮頓 韋斯咸 五球 或者都難打 白禮頓 都是比他的球隊高 只是主場對著水晶宮 贏不了就比較失色 但其他三四場 我自己覺得是非戰之罪 對愛華頓來說 不能夠算一個很差的戰績 其實那幾場球 我都多話少都有看 對著水晶宮那一場 其實他們踢得不錯 全場圍攻 對韋斯咸那一場 都是OK 那場球最後輸1比3 但最後那場沒有看 那場比賽的精華 機會愛華頓是多很多 但真的把握力太差 沒有辦法入球 射多少腳都入不到 那種感覺 最後就是保時連續 給韋斯咸入兩球 才是逆轉了 對白禮頓 曼城那兩場 其實是死手 完全不同 但感覺不是踢得很好 白禮頓那一場 那一場圍著他們 愛華頓 間中有一兩個反擊 但都不是威脅很大 對曼城那一場也是 一場和球 一場就0比2 輸給曼城 手 OK 但反擊那一層 就不是很好 對著二次那一場 就反而精彩 那一場球 我自己覺得 稍為是佔上風 主場對著二次那一場 沒有了孫慶文 但陣容也不可以說 若有李七禮神 就是天武雲娜 那些其實都在 所以他踢得好 他對著二次都不輸蝕 所以你不可以小看愛華頓 你看到他對著強隊 有時候他會防返 對著二次都是強隊 但他又會打對攻 一點都不退縮 所以都幾難預料 愛華頓這場 一定是踢防返還是對攻 即是猜不到他 同時也很難猜到 曼聯的踢法 最近你見到他有時是傳統 但有時有防返 對著弱隊都很防返 我真的猜不到 但你看回愛華頓 其實他們作客 今季反而是比主場好 今場作客來到奧脫福 我相信他們是有信心 而且奧脫福今年其實 一點的威懾力都沒有 根本就不得人害怕 我自己覺得 他們是會比較有勇氣 攻出來的 即是愛華頓不會害怕我們 至少他不會完全縮在後面的手 他們雙兵也不多 即是一個單組馬 Dally Alley就不用計 整季他都不在 另外一個叫做未肯定 但多數出不到的 就是古阿爺 即是前PSG的中場 最有卡士 即是今季一定是打正選的 其中一個 但現在他的雙 能力會差一點 你看看今年的入球 做工的分布 就是愛華頓首席射手 是道高利 即是這位 今年會踢一個 類似富豐角色的球員 以前是一個防中 或中場中 他的把握力是最好的 其他球員 入四球有三位 Jack Harrison 比圖 以及卡華德利雲 你看到兩個中鋒 一個後備的比圖 入球率比較高 卡華利雲打正選多 但他入球是少的 即是1900分鐘入四球 是很頑皮的 即是卡華利雲 今年的狀態 其實相當之頑皮 經常都入不到好機會 其他球員 在攻能力最強是麥尼爾 接著你看到就是奧娜娜 即是今場會打正選的機會很大 因為古阿爺不在 還有另一個鐵膽正選 就是加拿 即是這位我們的清訓產品 今年在外華頓是舉足輕重 無論季初打右中場 或者現在打防中的正選之一 其實他都是達致的首選 踢得相當之好 兩球兩助攻 有遠射 亦都有死球上面的助攻 他今年越踢越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球員 其實在曼聯他都有能力效力 預計對手 我覺得會出4-4-1-1的機會相當大 唯一不能夠肯定 就是中鋒會用比圖 還是卡拉德利雲 兩個來講 最近狀態比圖不錯 卡拉利雲 一般的 所以可能比圖的機會大些 其他有10個正傲 都會是這10個 股肺利最近會拿回右閘正選 即是沒有再用 艾薯利楊家 亦都沒有用 Nayvon Patterson 用這位跑動能力OK的 大大健的 清訓的Groof Ray 諾域自己的清訓 即是來到愛華頓 很年輕 但他的能力OK 打中堅不穩定打右閘 體力上面幾好 身形都不錯 所以這個正選陣容 你看到很多後備球員可以用 邊陣可以有安曹高美思 有楊格 有利雲 有防守 有Amkin Patterson 高文 其實真的很多人 這個老隊長還能打 還有一個易峰 傳統英式的快馬 杜斌 理論上 李愛華頓 如果打下去不輸蝕 後備兵 其實現在是多過萬 所以可能下半場才能夠 真的決勝負 萬聯 現在我們兵完真的相當窄 因為海龍親自和球迷仔 是回應了 即是他自己未復操 所以這場球 應該都沒什麼機會復出 如果復出都是硬來的 即是沒什麼操練過 放在後備直 這樣解 那福仔和伊雲斯 上場球有輕傷 但是暫時沒什麼 看到消息說 他們今天是會缺陣的 所以呢 應該都可以效力的 上場對著萬聖 我們打得OK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打防反 縮在後面 變了陣4-4-2 4-2-2 那些陣容 但是我相信 就不能夠再用了 因為就 愛華頓 是一場截然不同的比賽 我不可 我不相信 我們會縮在後面 等愛華頓來攻 是吧 所以就 你都是只能夠用回 一個比較主攻的方法 我自己會想 繼續用蜜湯打正算 那麥文奴 就不是說他打得不好 但是 沒有中鋒的情況下 都是需要蜜湯的後插上 和他的支點高球 那些搶點的能力 所以就 易鋒 他中鋒一定都是用福仔的了 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我相信他都是這樣用 右翼呢 今場我就會考慮用回安東尼 就是沒有選擇下的選擇 這個逼不得已 左閘呢 上場連翼樂夫OK的 但是 岩拉伯其實對著弱隊 可能他的教砲會再有些作用 所以兩個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餘那九個八個都是這樣 這套陣容 我想曼聯能夠放的 都是只有這十多個人 我預計 就埃華頓和富咸差不多水平 不會弱得過富咸 所以 只要曼聯發揮不好 其實這場球是會有暗勇的 特別我們現在輸了兩場 那士氣會比下半季 剛剛開季的時候 所以就不能夠說真的吃硬 就算贏 我相信都會是 漫漫的車邊 儘管看看到時會怎樣 記得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